自工 自工 對我來說 是一種充實心靈上 溫馨的享樂 在分享的同時 我也從對方滿足中 獲得到莫大的回饋 盡心盡力付出之後 許多人看到我的行事力 總是會問 為什麼你下班之後 把休閒的時間安排得 那麼多彩多姿呢 我是曾有名 也是台電志工 這是我的故事 所以我在網路上面已經七年來 大概每一年過年的時候 我就會在網路上面貼一下 我什麼時候要在藝術中心 在台北在哪裡 有人可能邀請拿到提供的一個場地給我 那我就去那邊演講 然後你應該要怎樣唸書 我把那個方法 把我做到第一名的方法 交給大家 你只要遵許我這樣的方法 支援大概四個月 養成班大概兩個月 你就可以考上 樂於跟人家分享 其實沒有什麼 因為那也是我們很辛苦 然後累積的想要拿第一名 以前我的字典就是 第一只有一個 第二跟最後是一樣的 我常常說 穿上這套制服 領公司的錢 我就應該付出到那裡 等到下完班之後 我快要換上西裝 我去當志工 那我去那邊享受就是怎樣 我能夠看到世界名畫 一幅畫可能三百萬五百萬一千萬 別人透過導覽的話 他能夠欣賞這一幅畫 可能我的心意就是說 我在還沒退休之前 那我還行有餘力 那我能夠分享的話 就盡量跟大家分享 我剛從那個沙路那邊 清水那邊調來大安服務的時候 那時候遇到的瓶頸更大 一條線 潰線上面有八家高壓用戶 一個只能停禮拜一 一個停禮拜二 一個停禮拜三 一個停禮拜四 一個停禮拜五 一個停禮拜六 兩個停禮拜天的 結果咧 你排禮拜一 他就打電話到總處去了 然後再打電話給立華為 然後這個打電話給誰 然後就又怪台電了 換新完之後咧 連續五年到現在 都沒有發生故障 你給他沒跳電 他說每跳一次電 我就損失十萬塊 就是這樣子 然後三四年之後 四五年之後 陷入因為我們靠近沿海地區 那個旅線的話會抹角 然後就會開始準備又斷掉這樣子 然後又會電壓又不穩 過一年 親自又告訴他們說 準備又要換了喔 因為東西已經開始又在不良了 所以這個情形就是回歸到 我在驢山那時候服務的時候 用戶的開關壞掉了 那我們機車上面一個開關 兩百塊 然後來換一換 結果你把它鎖緊了之後咧 到我們調走的時候 兩年多都沒有換掉 所以每一年去咧 你車子停在那邊 下去抄個電表回來 車子怎麼一車的菜 怎麼一車的水果 然後他就在下面那邊 幫你招招手 一看喔原來是我無憂的 然後我 年輕人 你給我那是不會 我們在我們大安那邊 在兩年前 曾經是全國世界第一名 小偷幾乎每天晚上就來撿 然後我們配合警方 你過當邊他撿四邊 你過西邊他撿南邊 你過南邊他撿北邊 然後一對人就是專門在賣那些電線的 所以那時候抓到的時候 你有擦嗎?我沒有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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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喔 進去之後咧 關進去之後咧 都是那些貫切 早上是要去上班 那是說怎麼開了 怎麼怎麼沒電 是說奇怪咖奇 到那時候是說 哎唷 去街邊看看他也沒電 他說好燙啊 晚上就去店長 去咖啡 連續一年好像四次吧 那一年連續四次 都被那個電都被切 被切啊 那個電線被切走啊 甚至連那個 抽水馬達的那個 接近抽水馬達那一段 他也進去撿啊 減多又到的 啊 啊 再開六點就沒電了 我希望奇怪咖奇 沒電 木場沒電 我們如果說 譬如說我們沒電 我們跟他說 他現場來看啊 喔 他現場來看啊 他現場來處理 還是說半島 山一城來台風 到八九點七八點了 就常常停電停電了 他就說 這就在外面 有的槍 去掃到電線了 對 要快來把它用 用什麼用 是這樣啊 那時候有幾次喔 粉感 這麼乾燥 對 因為我們這邊 冬天的話 東北季風一吹 特別強 對風特別強 然後那個 樹啊都會把那個電線 給它抹抹抹抹 結果都抹得壞掉了 它就會 就會 會斷電 對 常常會斷電啊 啊 只要我們電話 一通電話 他們隨扣就隨到了 就是覺得 他的服務態度 真的是很好 我們跟我說 喔 台電的實在不錯 我們說 只要拚拚叫 趕快來 那我所知 他的做證照 是很多店 算說好像不算 以前也改善 大家都會效 在我們派手 我來了 這五年當中 已經破了 好幾間的電燃線 他們台電也算很積極 因為電線被檢 他們會立即通知我們 不管民眾來我們這邊 包吻或是到他們那邊包吻 他們會立即跟我們聯繫 我們會到現場去查看 在工 他是在台電 我在警察機關 因為從這個方面去認識他 在私底下 有常常跟他聊天的話 我是覺得他對 真的有認真 是很謂的 是很明顯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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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